回到台湾顾问团 那么画面上大家看到 关于立委的不合理的今天 您认为是不是应该要来删除 我们现在借由电话语音来表达意见 赞成的已经有3217通电话了 不赞成的有64通 我们欢迎您继续利用这支专业电话 0951072072 表达您的意见 我们会持续投票到5点钟为止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两个焦点话题 一个是关于我们的相关人员的退休金 政府您如何的去好好的来寄我操盘 但是似乎看不到钱滚钱赚大钱 在里头还有被上下其手的一个问题出现 这到底哪个监理机制出了一个状况 关于立委们现在开始说 接下来竟然是无法无据的 我们通通不要拿的话 最后协套出来的版本会是全删吗 删完之后是不是正本清源 所有各大族群不合理的福利 都要开始来做处理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 我们跟各位来宾一人一分钟 我们就来看看 接下来您怎么建议 怎么样处理才会是最好的来宴委员 首先我也很希望 政府在处理所有的年金也好 要考量到 你既然已经答应的 如果说你要处理 一定要阶段性的来处理 不要一次切得干干净净 立委的部分我是没有意见 其实如果没有法员 我是认为是应该要 立法院既然是立法的单位 就应该要依法来做事情 至于就是说 其他的这些 我们要考量很多不同背景时代 不同的族群 他们有不同的需求 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改革 是应该的 但是不要过度伤害民众 来宴委员 非常简单的说 这个立法院 其实立法院作为一个 国家立法的一个最高的机构 坦白讲 只率正属感不正 也就是说 这是很多人告诉我们 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以正己才能证人 所以对于一些 我们觉得其实 立法院所提到的一些 大家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正当性 反正你没有合法性 就应该拿掉 我们觉得应该要赞成 对于这个国家基金倾向 我们希望也能够建立起一套制度 现在制度是说 我们没有内控 我们也没有外控 所以变成你只要怎么做 只要没有牵涉 只要没有牵涉到人谋不张的弊案 你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制度不会好 那也不可能比得上外国 来 向罗 因为现在立委的 立委的这些所有的经费的问题 我会很诚恳的建议 就是说不要只是检讨立委的部分 因为他只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已 那合不合理是一回事情 但是既然要检讨 从行政跟立法 以及中央道到地方的各级的民代 都应该做个通盘的检讨 免得造成所谓的所谓的 脚重头筋的情况 立委反正因为洞见关张 被砍一乱七八糟 但是在基层的部分来讲 反而弹性很大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面对到预算问题 就是简单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 有A就三 这是就是说一个国家制度的天条 这没有什么话好讲 没有法源的就是决定三 第二个就是如果觉得有合理的需求 再提出来大家讨论 但是建立在时报时销的基础上面 不要用那种大水库 然后一笔钱倒进去 然后随大家随随大家去用 那个使得个别委员这些差异 不太容易表现出来 这是不合理的 那个是浪费国家的资源 第三个就是说 我会建议委员 特别是国会部门 不管是开会的议事过程 以及个别委员 来自于就各个政党 他的预算的使用的情况 应该尽可能的就快速的透明上网 让老百姓可以去把包挖个别委员的金钱的使用 都能够当作国会监督的一部分 这是合理的 好 要透明化 来 周总 如果我们委外代操的部分 他可以学学新加坡 我们所有的标的物 例如说过去五年的报酬率 资本的大小要把它给定定化 模式化出来 其实用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去克服很多过去的一个问题 但是只要愿意做 愿意做 标准的游戏规则出来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困难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国外的好 对 就要了解 然后引进来之后要真的感觉